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南风吹起来 各地都是相当潮湿又闷热的天气 预计明后两天都是维持这样子 偏南风的下进行天气形态 只有中午过后在山区容易有一些午后热队的发展起来 山区局部地区有一些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降雨 提醒山区的农友们要多加留意午后降雨的情况了 另外温度也因为偏南风的关系 比较高温又闷热 也提醒从事一些田间作业的农友们 要多加注意了最近气温越来越高 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并且多休息了 而海面的风浪是比较弱一点点的 偶尔会有一些强阵风的情况 提醒海上作业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强阵风的状况了 而今天的农业小丁营一开始要提醒你的是 最近可以说是济马这个害虫的耗发期 这个除了用药防治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自然的方式来消灭济马 像济马就有像这个天敌 它就是小黑花春象了 小黑花春象会在花朵上面寻找技码 并且取食它们来达到自然没有对环境负担的方式 来达到防治的效果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询问附近的农改厂 或者是农事所得到更多的消息 另外种植蚊蛋的农友们也要多加了留意像这样子的窄凶天牛 窄凶天牛可以说会啃食蚊蛋造成蚊蛋的果实 有一些损伤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用灯光木板报纸或引诱的方式来进行防治 提供给你做参考 至于未来的天气状况 各地都是相当的稳定的 但是礼拜四会有一波新的封面雨漆通过台湾来 导致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其实明后两天礼拜二礼拜三都是盛行着偏南风 所以各地都温暖潮湿 中午过后才会有一些局部的争雨 不过礼拜四封面通过之后 风场会很明显的转成偏东北风 除了气温会下滑转凉之外 在中部以北也会出现一些雨势 我们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主要的降雨 都是非常局部非常零星的午后降雨为主 而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受到封面雨漆通过的影响 则是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一整天都有下起降雨的机会 而且感觉也是比较凉一点点 感觉会是转为一个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大家要多加留意气温跟降雨上面的变化 要多加的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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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